他是名阳海外的武林高手 一柄大枪走天下 一生七十二载从无败迹 左相披靡 和离窗无耻击掌穿指 一颗挥枪刺营 应落臂无痕 虽身材矮小却力大无穷 记忆如此高超 却又为何会被武术界除名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神枪李淑文 1862年 李淑文出生于河北苍州 众所周知 苍州是中国著名的武术之乡 因受民风影响 李淑文小的时候就痴迷于武术 由于家境贫寒 粮食短缺 所以李淑文身材异常瘦弱 身高也不足一米六 从外形来看 人们很难想象他后来会成为武林高手 幼年时 李淑文拜八级四世传人张景兴为师 学习了三年八级拳 后又败在皇室海门下 练习大枪六载 由于李淑文对武术的喜爱 加上天资聪颖 地大惊人 又肯勤学苦练 所以受到了师祖李大忠和张克明的喜爱 平时也会对他进行指导 这四位大师都是当时文明侠尔的武林精英 有坊间传闻称 李淑文对于拳枪的喜爱 已经达到了痴狂的境界 他的家离师门相距7.5公里 每天晚上在师门练习一个时辰还不算完 回家往返的路上 他也会抓紧时间练习 在练枪时 他都会一边走一边握着大枪练习 后来他又学习了易经经 断骨经 以及洗髓经等武林绝学 凭借超强的毅力 练就了超强的尽力 他经常在家附近 用装代替对手练习拳脚 碗口粗的枣术和槐术 都被他的拳脚震死了 李淑文还经常打沙袋练习 从50公斤到300公斤的沙袋 不知被他打烂了多少条 练习大枪时 曾将大门框划烂 门前屋后的枣术也全部被他划死了 为了练习出枪的准度 他就对准粗术练 后来对准细术练 最后对准插好的高粮杆练 所以说李淑文后来能练就高超的技艺 这些数目都是见证 李淑文经过12年的勤学苦练 终于将四位前辈的拳技 枪技学成 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技技风格 据李淑文的徒孙霍庆云回忆 李淑文可以像转风车一样 用大车挑起八十斤左右的大车轱辱 所以霍庆云说 李师爷的功夫一般人都练不了 出手很利 比武必见邪 李淑文的武功究竟有多厉害 李淑文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打出名气 是在1895年 当时袁世凯在天津南郊驻扎练兵 广招天下奇才 据说这些奇才中有日本空手道高手 还有德国军事教官 李淑文的师父黄世凯也受到了袁世凯的聘书 但黄世凯年事已高 便推荐33岁的李淑文去任教 当短小惊悍的李淑文 扛着一杆大枪来到演武厅时 被大伙误认为是黄世凯的仆人 在经过一番盘问后得知 原来李淑文是替自己师父来任教官的 这时众人都嘲讽地笑了起来 其中东阳武士教官笑声最大 在这些质疑声中 李淑文并未动声色 只是扛着他的大枪 继续站在演武厅中央 日本武士伊藤太郎见李淑文毫无波澜 他蔑视地对李淑文喊东亚病夫 并用小手指向下连续指点 以示侮辱 还向李淑文发起挑战 李淑文以极快的速度 用枪刺必赢的绝技惩罚了他 众人惊呆了 伊藤非常的生气 立刻挥起日本长刀向李淑文砍去 只见李淑文大枪一抖 伊藤的刀就不知所踪了 李淑文顺势一枪泥球翻花 便将伊藤的喉咙刺穿 因为李淑文出枪速度极快 伊藤即使有所察觉 也根本无力躲闪 刺穿伊藤的喉咙后 李淑文长枪一挑 就将伊藤甩出了演武厅 日本武道教官邱野 井上也填见同胞遭难 立刻回刀朝李淑文扑杀过来 结果不出三个回合 这三个日本人就像伊藤一样 惨死在了演武厅 杀完这三个日本人后 李淑文照例用长枪挑起他们 扔到了演武厅外 厅内瞬间响起了掌声 袁世凯赞叹其枪法之高 李淑文也借此机会一战成名 神枪李淑文的名号也不进而走 虽然杀死的是东洋人 但李淑文的名声传到东洋后 东洋人也不由地赞叹 随后他的名字在东洋也传播开来 就连现在日本知名度最高的拳法 还是李淑文所擅长的八级拳 受万众敬仰 弟子众多的李淑文 为何不被武术界认可呢 虽然李淑文的名号早已打响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服前来挑战李淑文 1910年俄国著名全王马洛托夫来华 在京涉擂台侮辱我们中华儿女 激起中华民族极大的愤慨 京津两帝武术名手前去教训 但都以失败告终 李淑文的师父当时正好在天津交袭 见此情况便烧信给李淑文 李淑文奉尸之命便赴京应战 只见李淑文飞身来到擂台之上 马洛托夫体壮如牛 一如李淑文平常练功用的600斤沙袋 马洛托夫见李淑文无比瘦弱 身材矮小并不把他当回事 还对着李淑文轻蔑地吐了一口唾沫 这一举动激起了李淑文的怒火 随手一记霸王甩鞭的巴掌 就打得马洛托夫晕头转向 左半边脸还被打掉了一块鸡蛋大小的皮 还没等马洛托夫反应过来 李淑文又使出一招六大开爆肘 将马洛托夫的肋骨打断 击下了擂台 擂台下的众人看后大呼威武 大臣看后上报给了皇上 皇上立刻下职 封李淑文为无品顶带 尽是未对武术总教习 但李淑文却已为师父尽孝为由谢辞了 皇帝和众朝臣无奈 决定赐给李淑文一尊金佛像 以示嘉奖 这样的一代宗师 却被武术界除名 甚至提起李淑文 当代百姓都不知其为何人 其实这个结果也正常 当初李淑文的名气打出来后 有很多学生都慕名而来 尤其是贵族子弟 不过当初李淑文学艺时 一直言于律己 尊是重道 所以后来他要求自己的弟子也要如此 这些贵族子弟没吃过苦 李淑文对他们又不留情面 弄得许多人都没面子 因此结下了不少梁子 李淑文还喜欢找武林同道中人过招 虽然从无败迹 但他出手快 用尽狠 并不遵循武术界点到为止的规矩 经常会有死伤 所以武术界并不认同他 李淑文的弟子遍布天下 每年清明节都会有来自不同地方 不同肤色的崇拜者 前往苍州祭拜李淑文 所以无论江湖如何传说 李淑文都用其精湛的武艺 在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好了野话老故事 咱们到哪儿聊 我们下期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